再来关心昨天晚间中国广州市一名男子在街头持菜刀砍伤了8人 其中6人为重伤 官方报道宣称砍人者的家属就反映 凶手其实有精神病史 不过目前砍人的原因不明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接连发生了多起恶性的砍人事件 包括三月云南昆明火车站 之后在海口、成都、广州、西安、上海、吴湖市 延吉、北京、青州、安宁、诸州、淮化、长沙以及桂林、平翔等事 都发生了血腥的砍人事件